各位,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继续听力基础部分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这个topic 也就是说15回初级部分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试题吧 好,1-2 接下来读听起来读听下列题 然后呢和勃吉也就是说例句一样 要怎么样呢 把正确的 把正确的是写到这个括号里面 也就是说选项了 那我来看一下勃吉部分 因为是这个例句啊 所以把答案都给大家标好了 那么什么什么 那么看一下第一个发音 那么在这里 那么他说的是什么呢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题吧 第一个什么什么的 我和大家说一遍 那么第一个是 那么来看一下 发音正确的应该是第四个 那么第一个的发音是什么呢 那里是吧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打理 打理的 重答是四个 非常简单是吧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题 那么第二题看一下 先给大家读一遍 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正确答应该是第二个 김이 좋아요 是这样的 第一个读音是 감 第二个 금 第三个 공 哇 是这样的 那么正确答应该是第二个 金 那么 金在韩国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是紫菜 紫菜 好 那么看一下第三题到六题 首先呢 这个是例句 다음을 듣고 보기와 같이 물음에 맞는 대답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听下列的 对话 然后呢 挑选出正确的答案 当然是和什么呀 和例句 一样 那么来看一下 운동을 해요 운동을 해요 下面回答说 네 운동을 해요 다会告诉你 정답은 1번입니다 정답은 1번입니다 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里 我再次强调一遍 因为现在呢 是我们的这个 韩国语能力测试的 练习部分 所以呢 像这样的 보기 都是很仔细的 给大家讲 如果说考试的时候呢 我还是希望大家 在这个考这个 보기 也就是说 在读 보기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去看什么呢 要看下面的例句 不是例句了 要看下面的试题了 那么试题 听力解题的时候 怎么样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先看什么呀 先看选项 再去听题 这样的话呢 真的是准确率 会比较高的 准确率会比较高 一定要记住 那么首先看一下 我们在听三题之前 三题之前 我们要看下面的 这些选项了 那么这个时间 怎么安排呢 刚才说过 也就是说 在读例句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啊 不要听例句 要先去看什么 先去看他的选项 那么来看一下第一个 在这里出现了 一个单词是 也就是说 你看到这一单词 再去听他的时候 不会觉得陌生了 那么 那么这个呢 是 是什么呀 是面包了 那么 아니요 不 是面包 네 맛있어요 是的好吃 아니요 맛있어요 不好吃 那么来看一下 第三题 他到底读的是什么呢 빵이 맛있어요 빵이 맛있어요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三题 从答文 三本 네 맛있어요 他问你 这个面包好不好吃 当然回答是什么呀 是的 好吃 很简单 三题 好 那么看一下四题 继续我们的这个解题方法 네 맞아요 还有试的多 아니요 안 봐요 안 보다 是不看的意思 是吧 네 テレビジョン이 없어요 是的 没有什么呢 没有テレビジョン 就是没有电视机 아니요 テレビジョン이에요 不 是什么 是电视的意思 好 来看一下 第四题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从这里看到 テレビジョン这一单词 是一定会出现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보다 好 来看一下 지금 テレビジョン을 봐요 在这里重要的是什么呀 现在 也就是说 现在你看电视吗 那么正确的 应该是什么呀 第二个 아니요 안 봐요 不 不看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第四题 第五题 再看一下 네 기다려요 是的 我在等 아니요 不 什么呀 不做 是吧 苏金氏が 지금 봐요 谁 现在在做呢 是苏金 这个人 现在在做 苏金シル 기다려요 再等谁呀 再等苏金 这个人 好 来看一下 第五题 他问 지금 뭐해요 再读一遍 지금 뭐해요 现在在干什么 好 在干什么呢 苏金シル 기다려요 我在等谁呀 等苏金这个人 正确答案 应该是四 번 苏金シル 기다려요 这是正确答案 好 来看一下 前面的都是比较简单 首先再看一下这些选项吧 어제 했어요 昨天做了 是吧 집에서 했어요 在哪里 在家做了 제가 했어요 我做了 전화를 했어요 干什么了呢 打电话 那么在这里 我再次强调一遍 像这个 어제 你看一下 这些的疑问代词是什么 百分之百会从这四个疑问代词里面出现了 是吧 어제 他的疑问代词是 언제 什么时候 지是 어디 제가 누구 전화 我是 是不是这样呢 这些疑问代词 也就是说 一定会在我们的听力当中 就是说 在这个提问章中会出现 那么来看一下第六题 它到底是问什么 언제 전화했어요 언제 전화했어요 好 你看一下 언제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 언제 전화했어요 大家下面的这个根本就不用看了 是哪一个呀 但是第一题 第一个选项 언제 전화했어요 那么怎么回答 어제 전화했어요 或者是 어제 했어요 就可以了 把 전화하다 怎么样啊 把 전화省略掉了 好 那么这个是第六题 那么看一下第七题 上面的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이오 지라 이오 지라 是什么 连接 连接 那么看一下 我们的例句吧 늦어서 미안합니다 我来往了 不好意思 那么下面他会说什么 미안합니다 对不起 괜찮습니다 没关系的 正确的答案是 정답은 이 번입니다 신뢰니다 失礼了 축하합니다 祝贺你 那么这样的呢 是 부기 也就是说 例句的意思 简单和大家讲解一下 再次强调一遍 在我们的听力题当中 他们在读什么呀 例句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什么了 看下一题了 不要去听这个东西啊 浪费时间的 好 那么看一下 下面的这一题 잘 다녀우세요 잘 다녀우세요 다녀우세요 是什么意思呢 您好好的 有这个来回吧 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다녀우的是 去 然后再回来 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一路顺风的意思啊 那么下面是 어떻게 할까요 怎么办呢 那么下面 정말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是谢谢 정말 真的非常感谢 那么第四个 그동안 잘 지냈어요 그동안在这一段时间 잘 지냈어요 过得好吗 那么看一下 他到底是问了什么 7번 우리 간만이에요 우리 간만이에요 对方说 우리 간만이에요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说什么呢 그동안 잘 지냈어요 这段时间 过得好吗 是吧 非常简单 정답은 4번입니다 正确答案是 第四题 那么看一下 第八题 공항으로 가주세요 空汉 空汉是哪里 是机场 是吧 请去哪里呢 去机场 这个意思 阿欧阻答 在这里是 阿欧阻答 这是什么呢 为谁做 那么阿欧阻어요 的话 请为我做什么事情 那么卡住세요 请为我走吧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汉语里面 好像没有这么说的 不过我希望大家 能够理解 这个韩文说话的 这种方式 유치 那么 공항으로 那么这样的一个 四个选项 那么看一下 第八题 가방이 너무 무거워요 가방이 너무 무거워요 对方说了 那你应该说什么呢 下面的这一段内容呢 是关于什么的内容 是这个意思 那么 不기와 같이 和例句一样 almazen gusir kurshipsyo 请挑选出 正确的答案了 那么 不기 在这里 在这里看一下 比如 是几岁了 那么下面说 smu 是二十 是吧 二十岁了 那么这个是 关于什么的内容 很简单 是什么 哪里 哪里 年纪了 那么 南西偏起 期間 时间 那么 在下面 이름 是人的名字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应该是 第一个 哪里 从大本 一本 首先是 집 家 일 事情 或者是工作 都可以 拿大 国家 趣味 趣味 的意思 它是汉字词 好 那么看一下 第九题 它问的是什么呢 양미 씨는 뭘 해요 의사예요 再说一遍 양미 씨는 뭘 해요 回答 의사예요 那这样的话 正确的答案 의사是什么意思呢 是医生 对吧 只要听懂这一单词 你就会选到 它是什么呀 工作 是关于工作的对话内容 好 那么 那么从大本 一本입니다 正确的答案是第二题 那么看一下 第十题 首先 시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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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ポーノ ポーノ ポーノ是汉字词 ポーノ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号码 号码 下面呢 由于是星期 那么再下面 从很简单的是什么呀 电话 那么有很多时候 从大本 是电话号码的意思 是吧 好 那么看一下 第十题 十分입니다 男的说 这个男的说 女的回答 再读一遍 男的说 女的回答 那么在这里 你可以听不懂 它到底是在说 几点几分 没关系 这要听懂一个是什么呢 几分描写 描写 描写 是什么呀 几点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 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 时间 关于时间的 是吧 那么从大本 一轮 正确答案是第一题了 那么来看一下 下面十一 首先这个动物 汉字词了 是什么呢 动物 动物 那么这个 撒进 撒进 很简单 是照片的意思 是吧 世界 是颜色的意思 颜色 那么在下面 선물 선물 是礼物 是吧 선물 礼物的意思 好了 看一下 第十一 是关于什么的内容了 是两个人的对话 男的先问 집에 개가 있어요 你的回答 네 한 마리 있어요 再说一遍 男的说 집에 개가 있어요 你的回答 네 한 마리 있어요 在这里 在这里只要听懂 一个单词 是什么呀 개 是什么 狗了 是吧 那么狗应该属于什么呀 动物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一 번 정답은 一 번입니다 十一 번 那么再次强调一遍 再次强调一遍 不要嫌我啰嗦 一定要记住 我们解题的这个窍门 在看这个波及的时候 你们可以不要去理会 它直接看什么呀 下面的选项 一定要记住 那么看一下 은행 银行 第二个 극장 극장 是哪呀 剧场的意思 剧场 那么第三个 백화점 百货店 第四个 우체국 邮局 邮局 十一 번 第十二题 那么 女的先问了 영화표 두 장 주세요 男的回答 여기 있습니다 再说一遍 女的说 영화표 두 장 주세요 男的回答 여기 있습니다 여기 있습니다 是什么 给您 或在这儿呢 是这个意思 영화표 영화표 的话 应该是 第二个 是吧 电影片 那么当然是 在哪里 去场看了 那么正确答案 是一 번 정답은 一 번입니다 好 那么看一下 第十三题 공원 这一单词 已经出现过 很多次了 希望大家 一定要记住了 공원 公园 교실 教室 地下车 地下 地下 地铁 地铁 的意思 택시 很简单 是出租车 那么这样的话 十三 번 来看一下 也是男女的 对话 这个男的 问 우리 저기에 앉을까요 你的回答 다음역에서 내려야 돼요 再说一遍 男的先说 우리 저기 앉을까요 你的回答 다음역에서 내려야 돼요 好 那么在这里 역 是很重要的 역 是什么意思 下一站 的意思 下一站 那么它呢 是汉字词 什么呀 意 意的意思 就下一站 那么这样的话 它 嗯 역 的话 是哪里呢 其他 是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那么看一下 十四 번 首先 西藏 市场 对吧 古 집 古是花 那 집的话 是房子 或屋子的意思 就花店的意思 是吧 여행 旅行 是 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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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容 也就是说 嚼头发的地方 韩国都叫什么呀 美容室 或者是 미장원 都可以 那么看一下 十四 번 再说一遍 也就是说 我怎么给你弄呢 你需要什么样的发型呢 男的说 조금만 让 给我 稍稍 剃一点 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 正确答案应该是 四 번 美容 也就是说 在进行什么样的对话呢 是在 脚头发 是吧 关于发型的 머리 在这里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单词了 머리 头的意思 好 十四 번 看下面 十五 번부터 十七 번 다음 대화를 듣고 알맞은 그림을 고르십시오 也就是说 怎么样啊 看下列的对话 听下列的对话 对不起 那么 알맞은 그림을 고르십시오 请挑选出 正确的图片 那么首先看一下 这个是游乐场了 那么这个呢 是哪里啊 是这个小的 菜市场 那么下面这个是公园 是吧 这个是在爬山 这个是在爬山 那么来看一下 十五 번 看是两个女的 在进行对话 首先第一个 他说呀 サネ 자주 와요 回答 レ 자주 와요 再问一遍 サネ 자주 와요 レ 자주 와요 那么在这里 最重要的一个单词 就是散 散 散是什么呀 散的意思 是吧 那么在这里 サボン 第四个呢 是正确的答案了 正确的答案 好 那么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一图片 首先呢 希望大家迅速的 分解这几个图片的内容 首先他是在干什么呀 结算是吧 在算账 那么他是在干什么呢 点菜 点菜 那么他俩呢 是在看什么呀 menu pan 看什么呀 要点菜了 要在想 到底是吃什么 那么他俩在吃饭 都是在食堂 都是在饭店 那么看一下 16번 잘 먹었습니다 얼마예요 回答 비빔밥 하나 갈비탕 하나 드셨지요 12000원입니다 男的回答 여기 있습니다 再说一遍 男的先说 잘 먹었습니다 얼마예요 你的回答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他吃了两个 一个是什么呀 一个是拌饭 还有一个呢 是排骨汤 他说一共是 12000块钱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12000块钱的话 他是在干什么 在结算 正确答案是 1번 是不是这样 1번 정답은 1번입니다 17번 好 看一下这一图片 他是在干什么呀 油局是吧 不是油局 他是在寄信 寄信就是油箱 油桶 那么第二个呢 是在 有这个包 是在哪里呀 우체국 우체국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线索了 那么再看一下 他是在问 这个 우체국 在哪里 是吧 好像是在问路 那么他呢 是在干什么呢 好像是把 这一封信 或者是一封 邮件什么的 然后要问 这个 우체국 怎么怎么样 就是 우체국 里面的这个人 那么在这里 共同出现的 一个单词 当然是什么呀 우체국 那么看一下 首先这个女的说呀 여기 놓으세요 이 소포 어디로 보내십니까 나는说 서울로 보낼 겁니다 再说一遍 여기 놓으세요 이 소포 어디로 보내십니까 나는回答 서울로 보낼 거예요 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里 最重要的一个单词 是什么 소포 소포 在这里呢 应该是第二题 和第三题 是属于什么呀 소포 소포是小包的意思 也就是说包裹了 那么看他和他呢 是什么呀 편지 편지 소포 편지 소포 那么在这里 出现了一个单词 是 소포 也就是说第二和第三 当中有一个正确的案 那么在这里 还有一点就是 여기에 놓으세요 请放到这里 那么在这里呢 正确的案 应该是第二个 他要把这个呢 放到哪里呀 重量器上 那么这个时候 正确的案 应该是2번 정답은2번입니다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记住的就是 편지和 소포 好来看一下 第18到22 다음을 듣고 보기와 같이 대화 내용이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对话内容 一样的 请挑选出 也就是说 在下面的 这四个选项里面 表达 表达了什么呀 这个对话内容里面的 表达正确的是哪一个 这是 보기 好来看一下 지금 한국어를 공부해요 现在在学习韩国语吗 那么 정답은4번입니다 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4个 보기的时候呢 他都会告诉你 正确答案是什么了 好 那么看一下 第18题 我们来解下题吧 여자는 창문을 열 겁니다 창문 你看 在这里 重复的是什么呀 窗户 窗户的意思 那么 열的是 打开的意思 女的呢 打算打开什么呀 打开这个窗子了 여자는 창문을 닫았습니다 女的把这个窗户 怎么样 关了 男的 把这个窗户 怎么样 关了 男的 怎么样 将会把窗子 怎么样 关起来 男的 正在打开窗户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 你看下面的 从这些 选项里面 我们大概会怎么样 判断 大概会判断 是这个男的 在开窗户 还是男的 在关窗户 还是女的 在做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看清楚了 好 那么看一下 第十八 仔细听 女的先说呀 女的说的 죄송하지만 창문 좀 닫아주세요 男的说 네 알겠습니다 再说一遍 여자 죄송하지만 창문 좀 닫아주세요 男的说 네 알겠습니다 是的 知道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正确答应该是 哪一个呢 大家来看一下 第十八题 男자는 창문을 닫을 겁니다 男的会怎么样 关窗户 是吧 这个女的说呀 不好意思 能不能帮我 怎么样把窗子关一下呢 然后他说 好的 知道了 那么这样的话 正确答案 这个窗户是谁关的呀 是男的在关 那么 答案 正确答案 到了哪里啊 来到韩国 第四个 男子的同性 韩国语 那么男的的弟弟 或者是妹妹 干什么呢 韩国语 韩国语 学习 他会怎么样啊 开始学习韩国语了 那么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首先这个 女的先说 是人的名字 只要接在什么什么 前面的 就不要理会 不要仔细 去听他 마이클 씨 이게 뭐예요 回答 男的回答 啊 이거요 제 한국어 사전이에요 동생에게 줄 거예요 你的说 동생도 한국어를 공부해요 男的说 네 지난달부터 공부하고 있어요 但是 第二个 男的会把这个词典给谁啊 给这个弟弟 因为在这个对话里面已经出现了 동생에게 줄 거예요 是这样的 那么来看一下 一起参加婚礼 없어요 男的说 男的说 那么星期天 这个女的又问了 那么男的再回答 说什么呀 星期天中午呢 有这个约会 老师吧 现在可以使用电脑了 오후 5시까지 컴퓨터를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那么星期天的时候 一直到什么呀 下午5点为止 是可以使用电脑的 也就是说 这个对话 一定是什么呀 关于这个电脑 使用的时间 那么来看一下 21번 男的说 男的说 이곳에서 컴퓨터를 사용할 수 있습니까 여자 네 그렇지만 오늘은 끝났습니다 토요일이어서 5시까지만 문을 엽니다 男的说 그럼 내일은요 여자 내일은 열지 않습니다 그렇지만 평일에는 오후 9시까지 여니까 그때 오세요 好 先说一遍 나는先回答 先说 先提问 이곳에서 컴퓨터를 사용할 수 있습니까 여자 네 그렇지만 오늘은 끝났습니다 토요일이어서 5시까지만 문을 엽니다 남자 그럼 내일은요 여자 보이다 내일은 열지 않습니다 그렇지만 평일에는 오후 9시까지 여니까 그때 오세요 그때 오세요 그러면 그러면 정책 답 21번 정답 몇 분이에요 3번입니다 평일에는 오후 9시까지 컴퓨터를 사용할 수 있으니까 그때 오세요 그니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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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정답 3번 정책 3번 第三个 好那么来看一下 这两个人在哪里 在首尔站 女的想去哪里 市政府 那么要去首尔站的话 换乘 换乘的意思 要换乘什么呀 巴士了 也就是说公交车 第四个 那么在这里 去首尔站的 巴士 这个公交车 非常多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一定是什么样 问路 或者是在哪里换乘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好那么来看一下 二十二 男的先说呀 失礼합니다 然后 여기에서 서울역으로 가는 버스가 있어요 여자 한 번에 버스가 있어요 여자 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在这里说了 是什么呀 就是一次去的公交车是没有的 要在中间怎么样 换乘 为什么让大家先看这些选项呢 那么看这样的一个单词 如果说你先看到这个单词再去听的话 会理解的要比别人快的很多 快的很多 一定要记住了 好 23번부터 24번 다음을 듣고 대화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请挑选出 和对话内容 是什么呀 相符的 也就是说 内容一样的 那么来看一下 23번 남자는 여자를 초대하고 있습니다 초대 초대 是招待 的意思 那么 直译过来 是招待 那么在 한국语里面 是什么呢 초대 是 邀请 邀请 的意思 那么 第二个 女的在 准备 什么呀 パーテ 是吧 第三个 男的 女的 생일 축하 是祝贺 생일 生日 男的 在 祝贺 什么呀 女的 生日 那么来看一下 第四个 女的 向这个男的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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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介绍 自己的 朋友们 好 那么来看一下 23번 남자 先说啦 수진씨 내일 저녁에 시간 있어요 是这个 男的 问다 여자 왜요 남자 说 내일이 제 생일이에요 그래서 우리 집에서 친구들하고 같이 저녁을 먹을 거예요 수진씨도 괜찮으면 오세요 여자 그래요 그러면 꼭 갈게요 好 再说 一遍 나는 先问啦 수진씨 내일 저녁에 시간이 있어요 여자 说 왜요 나는 고이다 내일이 제 생일이에요 그래서 우리 집에서 친구들하고 같이 저녁을 먹을 거예요 수진씨도 괜찮으면 오세요 그래요 그러면 꼭 갈게요 那么 자 자 자 정책 답안 那么 看一下 应该 第一個 남자는 여자 를 주전하고 있습니다 这个 男的 再 邀请 谁 邀请 这个 女的 是吧 好 那么 一起 来 看一下 24번 여기는 남자의 집입니다 这是 男人 的 家 那么 남자는 큰 방을 찾고 있습니다 这个 男的 在 찾다 是 找的 意思 在 找什么 방 是 屋子 큰 방 大的 屋子 男的 在找 大的 屋子 那么 여자는 조용한 방 을 찾고 있습니다 这回 是 这个 女的 在找 他 在找 什么 样的 房子 조용하다 是 安静 的 屋子 두 사람은 방을 찾으러 다니고 있습니다 这 两个人 방을 찾으러 다니다 다니다 是 来回 走 的 意思 那么 방을 찾으러 다니다 在找 什么 在找 房子 好 那么 来 看一下 在这里 到底是 男的 在找 还是女的 在找 还有 他们的 要求 是什么 来看一下 24题 실례합니다 방을 구하려고 하는데요 남자 어떤 방을 찾으세요 여자 조용한 방이면 좋겠어요 남자 조용한 방이 하나 있는데 좀 작아도 괜찮으시겠어요 여자 네 괜찮습니다 那么 那么 在这里 看一下 我们的 正确 答案 应该是 第三个 是吧 여자 首先 是 这个 女的 在找 房子 他问 这个 男的 然后 说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我现在 要找 这个 房子 然后 男的 说 你想 找 什么 样 的 我想 找 一个 安静 一点的 安静 一点的 道友 不过 屋子 比较小 可以吗 他说 可以 那么 这样的话 正确 的答案 应该是 1번 여자 아니다 1번이 아니고 조용한 방을 찾고 있습니다 不好意思 那么 여자는 조용한 방을 찾고 있습니다 这个 你的 在找 安静 房子 那么 正确 的 아닌 是 3번 정답 3번 입니다 25번 26번 다음을 듣고 물음에 대답하십시오 请听下列的 这个 对话 然后呢 请回答 问题 好 那么 来看一下 두 사람은 두 사람이 무엇에 대해 이야기하고 있는지 고르십시오 请挑選出 这两个人 이야기하다 聊天 在聊什么 在聊 关于什么的 那么 请挑選出 正确的 那么 从 25题 开始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是 一个 一个 对话 要解 两道题 那么 比如说 我刚才 说的 这一对话 我现在要说的 这一对话呢 是 25题 和26题 要一起来解 一定要看清楚了 那么 首先看一下 第25题 등산으로 등산 등산 갈 거예요 수미씨도 같이 가요 여자 그래요 같이 가도 돼요 남자 그럼요 등산도 하고 내려와서 맛있는 점심도 같이 먹어요 토요일 아침 9시까지 회사 앞으로 오세요 거기에서 같이 떠나요 아 是 这样的 一组 对话 那么 在这里 经常会听到的 一个单词 是什么 등산 등산 是吧 등산 的意思 那么 在这里 来看一下 他到底 是 做什么 你看一下 首先 这个女的 问 주말에 뭐 할 거예요 就是 周末 你打算 干什么 第一句话 已经 告诉你了 什么 주말 계획 주말 계획 정답은 1번입니다 是 周末 的 计划 那么 看一下 第26题 首先 들은 내용과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请挑 选出 和我们 听到的 内容 相符 的 那么 来 看一下 第一个 两个人 在哪里 在食堂 在饭店 见面 第二个 两个人 一起到哪里 到公司 是吧 两个人 在星期天 的早上 见面 那么 두 사람 점심을 먹고 산에 갑니다 在这里 这个 是什么 时间上 的 那么 两个人 吃完午饭 然后 去干什么 然后 去登山 산 去山 登山 的意思 那么 在这里 正确答案 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 读一遍 여자 마이클 씨 주말에 뭐 할 거예요 남자 친구들 하고 북한 산으로 등산 을 가도 가도 돼요 남자 그럼요 등산도 하고 내려와서 맛있는 점심도 같이 먹어요 토요일 아침 9시까지 회사 앞으로 오세요 거기에서 같이 가요 那么 在这里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第三个 是吧 토요일 아침에 만납니다 是星期天的 早上 见面 星期天的 应该是 星期六的 早上 见面 是这样的 对不起 토요일 星期六的 意思是 星期六的 早上 见面 那么 大概的 对话 内容 是什么呢 这个女的 问 你周末 打算 干什么 然后 她说 和朋友 一起 上哪里 北寒 山 不干散 登山去 然后 苏黎 这个女的 你也来吧 然后 是吗 我可以 一起去吗 然后